香港地樓瘋,車位更瘋 連死過人的車位,成交價都可以創新高 香港地樓瘋,車位更瘋 連死過人的車位,成交價都可以創新高 有些地區更貴過一層樓 別以為車位看起來一色一樣 大家的價錢就差不多 兩年入面賣出超過2500個車位的車位女王滑 就算同一層,價錢都可以相差30萬 比如說,地樓瘋,另一樓,二樓,三樓 地樓的價值一定是最高的 然後就是一樓,再去二樓,三樓價值是最低的 但是有些情況之下,如果三樓有道門 是直接可以上到他們的屋苑單位 這樣的情況之下有例外 一些我們所說的單邊位 都是一般教駕車的人喜愛 我接觸另一輛車只有一邊 你說車碰車刮花的情況就會減少 目前香港的車位嚴重供求失行 邊區有新盤供應,邊區的車位就欠崩頭 所以車位女王滑,非常看好這幾個地區 升幅很厲害,因為在2010年的時候 這個將軍澳的成交價車位一個是30萬 而時至今日,車位成交價已經去到230萬 因為荃灣西陸續有幾個樓盤入火 全城匯、柏欧灣和海之戀 全部都會入火 那裏對車位的需求必定會大幅增加 屯門亦會有受惠港珠澳大橋的基建 因為車位價格現在還是低水的 我相信未來是有爆發力升上去的 沒有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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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絕對 有關門 妳是在一起的 那個 沒有關門